本黨團經過八位委員在昨天開會討論以後 一致決議 一致決議 我們會推出黨團的成員 黃珊珊正式成為台灣民眾黨 所推舉的立法院院長候選人 那為什麼會做這樣子的決定 其實我們希望實現的 我們希望實現的是柯文哲主席他所一再宣示的 我們希望台灣的政黨能夠和解 社會能夠和諧 在這個目標上面 柯文哲主席不斷的強調 必須要將國家的利益 置於政黨的利益 跟個人的利益之上 也正是因為如此 我們提出了國會改革四大訴求 這四大訴求 其實過去都是藍綠兩大黨 曾經提出甚至曾經承諾的國會改革的事項 如今在2005年修正為單一選區兩票制以後 台灣首次出現了三黨不過半的國會結構 我們認為這樣子的國會結構 打開了完成改革的希望之窗 打開了完成改革的希望之窗 也正是因為如此 我們積極地跟社會報告 為什麼這四大改革 對於建立一個能夠有效監督行政權的國會 如此的重要 對於完善台灣的國會 為什麼如此的關鍵 也因此我們邀請了兩大黨 兩大黨他們所各自決定要推出的正副院長的候選人 到台灣民眾黨黨團來 跟我們所有的黨團成員 進行良性的溝通 跟異界人交換 那麼也非常的感謝 非常的感謝 在民主進步黨 尤錫坤院長 蔡奇昌副院長 以及中國國民黨韓國瑜準委員 蔡奇成委員 在兩大黨重要的國會領袖 共同討論 共同努力 讓台灣社會在過去這段期間當中 所關注的不是只有人選的問題 還包括了國會改革的問題 讓全體國人在過去這段時間當中 看見了國會改革 也同意了推動國會改革這件事情的重要性 因此我們對於這樣子的過程 感覺到非常非常正面 非常非常的積極 不過在另外一方面 令我們感覺到特別遺憾的事情是說 當我們如此努力的 希望能夠促使兩大黨 回應台灣社會對於國會改革積極訴求的時候 竟然還是有部分的黨政人士 沒有辦法把選舉期間的情緒放下 持續透過媒體攻擊放話 特別是民主進步黨黨團的總召 柯建民 以及民進黨新潮流的成員林俊憲等人 持續地抹黑本黨的黨團 是沒有用的巴西 抹黑我們施設行堂 密室協商 過度自台升降 目的其實只是要移轉民主進步黨 國會改革跳票八年 這一個不堪的事實 更讓游錫坤院長 處處受到派系的撤肘 稍有不從 就派出鷹犬爪牙 攻擊逼攻 讓本黨黨團 為游錫坤院長 這位對台灣民主 非常有貢獻的前輩 深感不知 而且我們所採取的 為了要促進良性的溝通 在會談的時間 不公開的談話 事實上都跟我們邀請來的貴賓 事前有做過充分的溝通 以及都取得來賓 認為這樣子的形式 是一個比較好的形式 會後接受模仿 但我們沒有辦法理解的是 為什麼這樣子一個 體貼的安排 竟然會有不明的人士 向政治立場偏頗的名嘴放話 誣指本黨黨團成員 在跟韓國瑜委員 以及江啟成委員談話中 私下求勞 我們不知道 這樣子的惡意放話 從何而來 我們在跟韓國瑜似的 好